今天要做的是佛跳牆 參考食材如影片所示 首先芋頭我們只要用半顆 所以切半顆的芋頭去皮 然後切塊 接著杏鮑菇一樣把它刻花 我這邊的杏鮑菇只有用到杏鮑菇的頭 因為杏鮑菇身體的部分我都拿去做干貝料理 接著我們把芋頭放到油鍋裡面去炸 在等待的時候我們可以來處理白菜 把白菜洗乾淨然後細切 這個做法有點類似我們在做滷白菜 芋頭要炸到它的外皮有一點點酥 香菇可以用大盹可以用小盹 大的香菇就要切片小的可以不切 芋頭炸好就撈起來放在旁邊粒油 接著我會把猴頭菇放下去炸 一方面把水分炸掉一方面給猴頭菇更好的口感 接著再炸杏鮑菇 一般我們在餐廳裡面看到的猴頭菇 它都是用共裝著 但我這邊為了影片拍攝方便 我就直接用這個鍋子 來處理 首先在鍋子裡放油 然後把香菇放下去炒出香氣 兩邊馬斯爐同時在使用的時候 要時時注意另外一邊的鍋子 食材處理的如何 把香菇炒出香氣之後 把白菜梗的部分先放下去鍋裡面拌炒 稍微把它炒軟了之後 把剩下的白菜也放到鍋子裡面去 把白菜簡單的拌炒均勻 接下來就把剩下的食材 一一的放在鍋子裡 由於它是煮湯的方式 再加上為了比較好看 所以我所有的食材都 每一種食材都集中放在一處 不需要再去把它攪散 接著就倒入水 大概醃在食材的八分滿的地方 因為白菜還會出水 所以蓋上鍋蓋煮到熟了 再加入鹽香菇粉胡椒調味 如果是用Om的做法 就是所有食材放好之後 放到蒸籠裡蒸到熟為止 就是很容易 把蒸籠到熟,煮到熟,煮到熟的熟一樣 就在蒸籠裡 已經有了